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才转为民用 虽然DPS的定位精准 速度快 但始终是美国的东西 目前来说不论是出于军事方面还是民用方面的考量来说 我国要实现自主导航都非常有必要 不负众望的是 2017年11月5日 中国第三代导航卫星顺利升空 它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目前北斗系统的发展非常迅速 在信号质量上总体已经与GPS相差无几了 而且许多处理器厂商已经开始内入北斗系统 高通 联发科都早已宣布进入 高通加上联发科基本上就是等同于所有的安卓手机 都已经内置上了北斗导航模块 支持使用北斗导航系统 虽然安卓手机基本已经实现全覆盖 但是苹果对于这方面 却一直是拒绝接入了北斗系统的 苹果自主研发的A系列处理器 根本就没有接入北斗导航 近期反而是宁愿用日本的准天顶系统 在A系列处理器中内置导航模块 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 日本的准天顶导航系统 不论是在覆盖范围还是在定位京都上 都是不如北斗导航系统 但iPhone X中增加了欧洲的价值预计 系统和日本的准天顶系统 唯独却没有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 其实苹果支持北斗系统 确实在成本上会要更加高一些 但是苹果每年在中国市场赚的钱还少吗 就算了